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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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了 我水喝完了 赶紧给我倒杯水 好妈 等着啊 妈 水水来了 水来了妈 你说说你 你老大不小的人了 怎么每天走路 就不是稳着点 整天忙忙躁躁的 你不知道我要吃药啊 光拿水药也不拿 是啊妈 你看我这性子 我太着急了 我给忘了 我这就去拿 行了行了 做饭去吧 这都中午了 好妈 我去做饭 整天忙忙躁躁的 每天还笑眯眯的脸 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啥 哎 这给妈买了个新衣服啊 这妈肯定会喜欢的 妈 妈 你这样干啥了这是 我不是看你衣服旧了吗 我给你买一个件衣服 啊 给我买的衣服 我看看 啊 这颜色的衣服 你是给我买的呀 还是给你自己买的 妈 给你买的 这个尺寸就是你 你的号 买衣服 出门的时候你告诉谁了 谁让你料花钱的 妈 我儿子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 你不知道我儿子在外面很辛苦啊 买这套衣服 这个颜色的衣服 我能穿吗 我 我看啊 你就是给你自己买的 妈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去给他换吧 换什么换 退了去 也不知道你天天干啥的 干啥啥不行 还跑那么快 哎 这下个似乎 都有一批 还没有 都一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阳,你想造反啊?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我儿子回来就给你离回 离就离,反正我也受够了,告诉你那个儿子明正就见 好啊你,有本事啊,就别回来 你不伺候我,我还有闺女呢 你说说我这个儿媳妇,给我吵了两句嘴 走了就真不回来了 哎呀,我都在家病两天了 不行,我得啊,让我儿子回来 这儿,先给我闺女打,还是给我儿子打 先给我闺女打吧 喂,燕子 你怎么这么久不给妈打电话呀 你就是再忙 也要有空回来看看妈呀 妈 妈身体有点不舒服 什么 妈不用你的钱 妈想让你回来看看我 别等几天了 哎,哎,你别挂了 就知道给我钱 哎 这个怎么办 再给我二姑你打一个 哎 哎 怎么不接电话呀,这儿 哎 哎 真的给我儿子打了 喂 小六啊 喂妈,怎么了 妈病了 两天都没吃着药了 你说了,你把我媳妇干都干什么 现在你身边还在照顾着你 现在走了算好了吧 这水也没人给你倒 药也没人给你喂 药也没人给你拿 看来这你今天给我打过电话 这大鸭血你应该都打过了吧 他们肯定也没空 去照顾你吧 哎,我跟你说妈 这都是你呀 自己在做了 这羊羊在那的时候多好 每天要给你洗衣服做饭的 还给你打啥送回子 再说了 现在我工作也忙 有没有时间回去看你 我说妈 你自己啊,就别太多了 哎,玩玩啊 这是羊羊 你去跟她说说好话 这羊羊在你身边啊 你好多了 你看这两天是不是不在你身边 你自己一个人 放进食物好啊 这 是,是妈让她赶走的 我怎么跟她说啊 哎,行了妈 你呀,要是不信的话 你给羊羊打个电话 这羊羊可孝顺了 你一个电话,羊羊就回来了 这 行了妈,羊羊就别啰嗦了 给你打电话吧 我给挂了,还忙着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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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以前对她不好 还故意刁难她 这一个电话能打回来吗 哎 试试吧 喂 羊羊 喂妈,怎么了 妈 有病了 什么 妈 这怎么 我刚走了两天你就生病了 你在家等着我 我这也回来 这 妈 妈 妈 怎么样 杨阳 杨阳 妈 病两天了 还没药吃 真没想到 一打电话 你立马就回来了 哎 都怪妈不好 行了妈 不说那么多了 赶紧走 去医院 来 慢点 我是羊羊 这次回到妈家 你带着什么东西 你们也跟我说 带的 自己看就知道了 我说羊羊 这你什么意思 这好不容易回妈 那看一次 你怎么就带两个大白菜啊 小刘 这白菜怎么了 这是纯天然的 这老人吃了呀 对身体好 你知道吗 你懂什么 我说羊羊 你别看我是个双门女婿 你就看不起我 这哪有回老家的 就带两个大白菜啊 羊羊 你呀 做的太过分了 我跟你说 这白菜啊 不能拿 小刘 这 这钱包也丢了 这搁怎么去啊 又那么远 我说小刘 那回来 你们两个不一起回来啊 妈 她还没回来 小刘 我问你 这没回来 是不是你欺负人家了 我说妈 这我欺负她 她不欺负我 就不错了 妈 这我也不知道 怎么想到当初 非要当这个上门女婿 这结婚前还好好的 这结婚后 唉 我说她不太过分了 对我 我说你 我说我 你看我 这一件事 那一件事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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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件事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这我怎么能知道呢?这杨阳也没跟我说啊 这两口子啊,过日子,要相互信任,彼此尊重 你这孩子啊,都结婚了,脾气啊,还不改一点儿,还是毛毛道道的 还不赶紧,给杨阳道歉 行,妈 杨阳,对不起啊,这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说 这你事先跟我说的多好啊 小六 这我呀 得亏是没跟你说 这我要是提前跟你说了 那还不得跟钱包一起 在火车上被人家偷了 你妈 这杨杨说的依然都没错 这还是杨杨有先见 要不然 这钱肯定被小偷都给偷走了 哎 这以后有啥事啊 先给媳妇说 你们两个 先商量商量再说 免得 闹出这样的误会 你看看 多不值得 行 妈 这我知道了 那样都行 那这我以后再也不这么承认了 哎 没事的小六 咱俩啊 都是夫妻 有什么事啊 多磨合磨合就好了 你看看 这多好 哎 这个钱啊 妈不要 妈有钱 你们年轻人啊 花钱花的厉害 这个钱啊 还是杨杨拿着 让她保存着 以后有啥事啊 你跟她说 来 这个钱啊 杨杨收着 小六 妈不要啊 咱们呀 就不给她了 晚会啊 再大妈 她经常去买这衣服什么的 行 反正这个钱啊 总归要花到妈身上呢 行 妈 天也不早了 我跟我两个做话去吧 我们等着 我都准备好了 一会就好 好了 我叫你们 行 走杨杨 我给大家帮忙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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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